欢迎收听有声小说《法医勤鸣》系列第六部 《偷窥者》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六案 魔术棺材 所谓现实只不过是一个错觉 虽然这个错觉非常持久 爱因斯坦 你说这名字是谁起的 指环转案 我还以为在看指环王呢 大宝说 就是个名字而已 方便叙述 总比猎狐行动 飓风行动什么的 要贴近生活吧 好歹这案子串并的关键 也是一枚指环 杜舟失踪的案子 总算是严历案了 我觉得我的任务完成了 可以劝居小荣回家去等结果了 悬 林涛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你是有多烦他呀 现在案件发展到这个地步 你再怎么赶他走 他也不会走 到底怎么办 大宝坐在实验台边 双手拖着下巴 他不走 我怎么生孩子呀 我要生孩子 我要生孩子 你们不是怀上了吗 韩亮鞋靠在墙角 玩着那老旧的诺基亚 既然被我们发现了 现在韩亮也不再避讳我们 一有空就开始了贪吃蛇的挑战 那则是个误会 大宝红着脸说 不过近期是彻底没机会坏了 我为什么觉得你们聊天的内容 这么色情啊 郑大姐实在是受不了我们的闲聊 笑着说道 小羽毛还是个孩子 郑大姐 陈诗宇称了一句 此时已经是上午八点半了 距离指环专案第一次专案会 还有半个小时 我们全部挤在DNA实验室的数据比对室里 一边闲聊 一边看着电脑显示屏上翻滚着的数字 反正在省内大库比对未果 郑大姐说 要么和第一个死者一样 家属没有录入失踪人员DNA库 要么就不是我们省的 现在在全国大扣里滚出去 慢一点 别着急 我一边看手表 一边说 不着急 不着急 其实说真的 我还真没有抱多大希望 我的话音刚落 只听电脑音箱叮的一声 然后发出了连续的报警信号 我知道 这是疑似比对成功 需要下一步人工确认的信号 嘿嘿嘿 奇了怪了真是 大宝跳了起来 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你老秦不一直号称 好的不灵坏的灵的乌鸦嘴吗 这回怎么这么争气了 就连躲在墙角玩手机的含量 也跑到了屏幕旁边 虽然屏幕上的一连串曲线 我们并不完全看得懂 但是此时的我知道 奇迹可能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 镇定的郑大姐 盯着屏幕看了五分钟 坚定地说 不会做的 比对上了 房间里 一片欢呼之声 左连 女 31岁 身份证号 江北省淮江市 一轮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大宝眯着眼睛 看着屏幕上的失踪人员信息 有喝 这是个年轻女企业家呀 2月8日上午 未到单位上班 晚间未归 其丈夫开始寻找 次日 其丈夫通知左连的父母 与其父母 共同到辖区派出所报案 竟初步调查 未发现左连的具体去向 故于2月15日 提取其父母DNA样本 录入失踪人员数据库 我念完了解药案情 完了 这就完了 这也太简单了吧 没调查出什么 所以然来 怎么详细写啊 郑大姐把数据结果 打印出来交给我 这人都失踪一个半月了 然而死者是近两天死亡的 这样看来 他应该是在某个地方 或者就是在龙藩市 生活了一个半月 然后遇害的 不管怎么说 是原事找到了 林涛说 我们得赶紧告诉专案组 让他们调查死者 失踪前的轨迹 以及他的背景资料 我看专案会是要延迟了 得等有了初步结果 才能部署下一步工作吧 果真 在我们向专案组通报结果后 专案组决定 先对死者的生平情况进行调查 派了专门的人员 赶赴死者居住地进行调查 待一切调查清楚后 再进行碰头研究 师父是不可能让我们这几个壮劳力闲着的 所以在明确了指环专案的下一步工作之后 师父指示我们 参加一次市政府组织的信访案件听证会 这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了 对于一些疑难的信访事项 通常会用这种方式 来依法公正地去解决 如果涉及刑事案件 则有可能会让法医参与 这起案件我们也不算陌生 因为信访人夏莫来厅上访过好几次 我们勘察组也接待过 听证会到了不少领导和当年的办案人员 还有信访人所在的行政村的群众 以及信访人雇佣的律师 案件是13年前的一起故意伤害致死案件 是一个未满14周岁的小男孩 和一个16岁的男孩发生口角 借耳斗殴 在互相斗殴的过程中 13岁的男孩用一块石头 击打了16岁男孩的头部 导致16岁的男孩死亡 因为13岁的未成年人 并不是刑事责任的主体 所以不承担刑事责任 在这个男孩家给予对方赔偿之后 男孩被劳动教养三年后释放 又过了十年 在社会上打拼的男孩积攒了不少财富 这让当年的受害人家里非常不爽 于是就事重提开始了信访之路 夏末自称 近年来总是梦见逝去13年的儿子 说明儿子肯定有冤情来公安厅上访 当然 公安厅接访的同志肯定不会那么迷信 于是希望信访人可以提供更详细的诉求 在律师的指点下 信访人一会反映打架当时 行为人的母亲也有财遇 一会指出法医鉴定报告存在失误 虽然13年前的办案质量不如现在这么精致 但仅就这起案件来说 还真是挑不出来什么毛病 所以虽然听证会开始的时候还有一些辩论 但在后期 基本是把案单位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信访人的律师最后指出 法医鉴定照片中 受害人明明是左侧颅骨骨折 鉴定书里却写成了右侧颅骨骨折 因为调查显示 行为人殴打的是受害人的右侧头部 如果真的是左侧颅骨骨折 那么这个案子就存在蹊跷了 我看了听证会现场展示的照片 受害人确实是右侧颅骨骨折 但为什么律师一定要声称 从照片上看是左侧颅骨骨折呢 道理很简单 法医是在聚下受害人颅盖骨后 仅仅对颅盖骨进行拍摄 如果不是专业人员 不会运用骨缝的生理结构来判断前后的话 还真看不出这个椭圆形的颅盖骨 哪边是前面额部 哪边是后面枕部 不能确定前后就不能判断左右 十三年前还是胶卷拍摄 所以在仅有的几张照片中 并没有发现可以让人一目了然 确定左右的照片 好在受害人所住的村庄当年还是土葬去 所以尸体没有火化而是掩埋 既然法医不能说服律师 听证会最终的结论就是 由省厅法医会同市局法医组织开关验尸 明确死者头部损伤位置 如果原鉴定无误则停访西诉 如果原鉴定有误 本案推翻原结论 重新侦查 虽然作为法医的我们 心里很确定原结论无误 但也没有办法 必须要遵照市政府制定的下一步工作计划 开展开关验尸工作 在火化基本普及的今天 开关验尸倒是并不常见 但是在一些仍然实行土葬的区域 也偶尔会遇见 我工作十几年来 也曾碰见过一次开关验尸工作 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去我省西北部的一个县城 附和一个信访事项 尸体是在数月之前埋葬的 需要开关验尸 由于当地的风俗习惯 开关后不能将尸体随意拖移 所以只能在原地进行解剖检验 棺材埋在当事人家田地的中央 而开关验尸的时间又将近黄昏 为了能够保证光线的充足 办案单位拉了数百米长的电线 在坟头附近 支起了一个临时的矿灯 那个时候 有些财政状况较差的线的法医装备 是没有保障的 因为嫌一次性解剖服较贵 那个时候其实也就六元没套 局里并没有专门的经费 为法医工作提供保障 所以法医每次解剖 都穿着那脏兮兮的白大褂 待解剖完毕 法医会把白大褂带回去 自己戴着手套去清洗 清洗完后 下次接着使用 那次开关验尸 我拿到白大褂时 非常诡异 21世纪了 法医还穿着白大褂 去解剖尸体 基本和现在 还有人使用传呼机一样稀奇 稀奇的同时 心里也充满了个影 毕竟是反复使用的衣服 陈旧的血迹还赫然在目 不过总比没得穿好 于是我和林涛 满心郁闷地穿上了白大褂 等待民警 用铁签撬开棺材盖 就在棺材盖被掀开的那一瞬间 所有的民警 纷纷后退 我和林涛站在数米之外 也立即闻见了一股刺鼻的腐臭味 不过常年和巨人观 诗辣话打交道的我们 什么大风大浪没有见过 不过就是一阵腐臭味 算个啥嘛 于是我和林涛 一脸比一地戴好手套 走进棺材 那第一眼 我终生难忘 棺材里根本就看不到什么尸体 而是满满的一层蛆虫 黄白色的蛆虫 朝着各个不同的方向蠕动 恍惚间 仿佛成了棺材里的一片叶平面 有轻微密集恐惧症的林涛 差点晕过去 还是我一把把他扶住 然后他打开我的手 高声叫道 别 别碰我 不碰林涛可以 但是不碰尸体 肯定不行 如果有全套式的解剖符 倒是也不怕 毕竟可以把我们的身体和外界完全隔离 可是仅仅是一件白大罐 一双破胶鞋 想把尸体从蛆虫堆里弄出来 非常不易 不过 再不易也没辙 我和当地的法医 只能闭着眼 咬着牙 一只脚踏进棺材 然后弯腰 在蛆虫堆里找尸体 我知道 那一脚 踩碎了无数蛆虫 因为我能感觉到噼里啪啦的碎裂声 从脚底传上来 尸体还没有白骨化 所以也不至于支离破碎 在我和当地法医 同时拉住尸体的上下之衣物的时候 我们合力把尸体 从棺材里拽了出来 同时拽出来的 还有成百上千的蛆虫 撒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我为什么对开关验尸 有着强烈的记忆 因为正常解剖工作 我都在担心 会不会有地面上的蛆虫 沿着我的胶鞋鞋筒 爬进我的胶鞋里 然后就是回忆着 刚才拽尸体的那一下 会不会把蛆虫 带到了我的衣领里 由于心理作用 我甚至感觉浑身不自在 脚背上有的时候 似乎还有一些痒痒的感觉 林涛比我好得多 毕竟拽尸体的时候 他已经跑出了几丈远 不过他不能闲着 所以每次靠近尸体 进行拍照的时候 也难免会踩死几只蛆虫 没穿胶鞋的林涛 回到县城 就去商店买了双皮鞋 把他的那双给扔了 而我 在解剖完尸体后 仔细检查了自己的身体 清醒的是 并没有驱除黏服 不过毕竟是穿着白大褂解剖尸体的 所以回到宾馆后 洗澡就洗了一个多小时 我们什么样的尸体没见过 但是谈到开关验尸 我和林涛还是不由自主地对尸了一眼 可能是因为我们都想起了那一块 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 当然 那样的情况不可能再次遇见 一来 现在的法医装备设施已经筋飞昔比 二来 这一具已经埋葬了13年的尸体 早已经完全白骨化了 居然没有了软组织 也就不会有苍蝇前来觅食 缠卵 居然只是看看13年前的死者颅骨骨折线 在左边还是右边 那肯定是一项非常简单 而且毫无压力的工作 和上次开关验尸相比 这一次的阵仗可要大多了 毕竟是市领导直接交办的案件 而且又像煞有介事的举办了听证会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已经有两个特警中队掀起抵达了 特警在现场周围拉起了警戒带 每几米就有一名特警 呈跨立的姿势站岗 看起来这里的风俗 也是开关之后 不能把尸体移走 只能在现场进行检验 和上次开关验尸的现场场景 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那个13年前的坟头 矗立在信访人夏莫家田地的正中间 夏莫家的田 本来就在村子的最拐角处 所以这一块地方 比上次开关验尸的地方更加偏僻 数百米的电线 估计都没法把电从村子里引到田地里 不过现在是下午 离黄魂还早 还不需要照明 而且现场周围停着的三四辆形式现场勘察车 顶端都有可以发出强光的射灯 所以即便是晚上工作 这几辆车也可以让这一块地方变成白昼 看到这些景象 我不由得感慨 经济发展给我们法医工作 真是提供了不少便利 短短十年时间 我们的工作环境 可以说是翻天覆地啊 见我们在警戒带的外面 开始穿全套式的一次性解剖服 特警的两名兄弟便开始用铁锹挖掘坟头 几名村民拿着竹竿在旁边等着 准备等棺材现行的时候 把它从土坑里抬上来 不一会儿 一个个头不小的掉了漆的棺材 被从土坑里挖了出来 虽然知道不会重蹈覆辙 但我和林涛还是情不自禁地 倒吸了一口冷气 负责挖土的特警 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从一旁拿出一根铁签 准备叫开棺材 却被夏莫伸手拦住了 夏莫说 别乱来 这可是魔术棺材 你们这些粗人 上来就叫哪行啊 特警一脸茫然 我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魔术棺材 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 我走到棺材旁边 绕着看了一圈 这个其貌不扬的棺材 还真是有一些与众不同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这口棺材 周身没有一枚铁钉 全是靠木料的契合组合而成的 我曾经在一些书里 看到过这样的技术 但是还没有实际看到过 不使用钉子的家具 虽然棺材不属于家具 我反正没有见过 不用钉子的棺材 你们敲得开吗 夏莫一边说着 一边叫来了身边的人 他身边的这个人 白发苍苍 却张桃树木 看起来 应该就是这口棺材的制作者了 夏莫走到棺材的尾端 按住棺材盖 白发老头在另一头 不知怎么一用劲 就听咔哒一声 棺材盖立即松了 随之而来的 是棺材盖缝隙中 被震落的灰尘 这破解机关式的开关方法 还真是巧妙 瞬间让我想到了鬼吹灯 人点烛 鬼吹灯 东南方向在哪 要不要先点根蜡烛 大宝最近在看鬼吹灯 神秘兮兮的说 我见棺材已经被打开 没理睬大宝 和林涛一起 走到棺材的旁边 夏莫和白发老头 已经离开 我叫来大宝 合力把棺材盖抬了下来 倒过来放着 这个棺材盖 一会儿就是我们的 临时解剖台了 棺材内部和空气连通的 这一刹那 我没有闻见任何异味 当然 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放好了棺材盖 大宝率先朝棺材里看去 在我还没有直起腰的时候 就听见了大宝一声尖叫 不远处的林涛被吓得打了个亮枪 怎么了 一惊一乍的 我知道 小说看多了吗 大宝一紧张 结巴的毛病就犯了 不 不 不会吧 这 这里面 有 有 有 两句事故 大宝没有眼花 棺材里 果真是有两句 覆盖了尘土的尸骨 一具尸骨平躺着 而另一具尸骨 侧握在他的旁边 出于职业的本能 我第一眼就去看了两具尸骨的骨盆 一句是男性 而另一句是女性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顿时懵了 夏末怎么说 虽然陈世宇最年轻 但是遇见意外情况时 他却是最镇定的一个 不像林涛早已跳到警车后面 不敢上前 我们朝远处的夏末看去 他和白发老头两个人 此时已经从特警的口中 知道了变故 显得也异常惊讶 指手画脚地说着什么 他们也完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一名侦察员说 还真成了魔术棺材了 能多变出一具尸体 既然这样 这就不仅仅是个开关复合的案件了 我说 在这里检验尸骨 显然是不具备条件了 我们也不敢保证 肯定不会遗失重要物证 我马上来安排车辆 把棺材拉去解剖室 侦察员说 现在我就向赵局长报告 不是说这里有风俗 开关验尸 不能一步塌地吗 侦察员冷哼了一声 说 夏末儿子的棺材里 多出来一具尸体 他逃不了干系 现在他的力气都用来为自己变白了 已经顾不上什么风俗习惯了 变白 会是什么 至少不能排除 是有些封建迷信里的冥婚 韩亮说 冥婚 我似懂非懂 有些人 为了给死去的人在阴间找个媳妇 就会在埋葬之前 找一具年龄相仿的异性尸体 同时埋葬 这倒还好说 就怕是有些人 为了封建迷信 而故意杀害一个人去陪葬 这 不会吧 我有些不寒而栗 真想究竟怎样 还是等我们的检验结果吧 在殡仪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我们把这一口不小的棺材 用一辆小型卡车给拉走 然后我们一起坐着勘察车 向殡仪馆赶去 看着窗外的夕阳 我们各自都不说话 有的是因为惊魂未定 有的是因为担心 也有的是因为连续工作 而疲惫不堪 解剖室 只是提供一个空气循环稳定的场所 解剖台已经用不上了 因为解剖台太高 不可能放上去一口棺材 好在棺材看起来还比较干净 于是我们穿好了解剖服 趴在棺材边沿 从观察开始 到逐步动手 来检验这一口棺材里的两具尸体 尸体被尘土覆盖 一时半会儿也看不清尸骨的全貌 我打开林涛的勘察箱 从里面拿出了两把指纹刷 递给大宝一把 然后我们俩一人一边 开始清扫尸骨上的灰尘 嘿 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们这就直接废了我的刷子呀 现在购买耗材的流程很麻烦的 林涛心疼他的指纹刷 举着手抗议着 那你说怎么办 我们现在去买刷子 也来不及了 我笑着说 你们真当自己是烤骨匠了呀 韩亮说 不好吗 我吹了一下刷子上的灰尘 对大宝说 以后改了哈 是七匠合一 你们有必要这样吗 不就是两具尸骨吗 林涛说 这样刷就能刷出东西了 直接取出来就不行 因为人体骨骼 是需要软组织软骨来连接的 所以尸体完全白骨化之后 缺失了这些连接的组织 就会完全散落 尤其是一些小的骨头 就会容易遗失 不过所有的尸骨 都在棺材里被一起拉来 就不会轻易遗失骨头了 两具尸骨 因为都穿着衣服 而且衣服并没有完全降解 所以把尸骨包裹保存的还不错 你看你看 如果直接取 肯定就看不到这些线索了 我刷出了两具尸骨 贴合在一起的部位 指着给林涛看 这是什么 林涛不明就里 两具尸体的面部是贴合的 也有一部分肢体是贴合的 贴合的部分 并没有完全白骨化 而是有一些黑色硬质壳式的东西 包裹着骨骼 这是没有完全腐败的皮肤 和皮下组织 已经皮革压化了 我一边用止血钳 夹下硬壳 一边说 因为两具尸体的压壳 使得这部分皮肤 和皮下组织干燥不透风 所以大部分尸体腐败殆尽 而被贴合的这一小部分 却干湿化保存了下来 就这么点皮肤 有什么意义 林涛看了看 只有两三个平方厘米的硬壳 不以为意 我摇摇头说 哼 你可不要小看这点东西 意义大了去了 你看 这个硬壳 是从哪具尸体剥裂下来的 主要是男性的 好像也有一点是女性的 林涛说 我笑了笑说 既然是贴合而导致的 局部风干部腐败 那就说明 两具尸体贴合的时候 男性尸体 还没有完全白骨化 对吗 林涛恍然大悟 啊 对啊 这就说明 另一具尸体 不是在男性尸体 白骨化以后放进去的 而是在男性尸体 完全腐败 表皮消失之前放进去的 对了 我赞许道 一具尸体 在关内腐败的完全白骨化 需要一年的时间 十三年前的九月份 男性尸体被埋葬进去 说明在十二年前的九月份之前 甚至更早 女性尸体 就被放进棺材里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起隐藏了十二年的基案 基本确定了死亡时间 林涛探到 这是什么 在棺材另一头刷灰的大宝 用镊子夹出了一朵干花 花 棺材里有花 陈时宇说 韩亮靠在解剖室的门口玩手机 抬眼看了一下 说 这是野菊花 野菊花 野菊花 不是这个季节开吧 嗯 一般是在十一月份上开 棺材里有折断的野菊花 而且男性死者是九月份 安葬的 我 沉引道 野菊花不可能自己折断 跑到棺材里去 说明肯定是投放女性尸体的时候 不小心把坟头的野菊花折断 并带进了棺材里 这很明显 说明女性死者 是在十三年前的十一月份死亡 并被放入棺材的 精确定位死亡时间 赞 陈时宇鼓了鼓掌 光知道死亡时间可不行 来 把女性尸骨弄到解剖台上 小心点 因为尸骨已经散架 好在有衣物包裹 我们小心翼翼地 把女性尸骨翻转到一大块塑料布上 然后用塑料布 兜着尸骨 抬到了解剖台上 大宝和韩法医 开始检验尸骨 我则对棺材里 进行进一步检验 首先我让林涛 拍摄了男性尸骨的颅骨 明确了死者 确实是右侧涅部骨折 算是满足了信法人的诉求 另外 我对男性尸骨周围进行了搜索 搜索了一周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东西 但是在夕阳的反射之下 我看到了一个透光率不同的物件 于是拿了起来 看起来 那是一个透明的塑料块 不知道做何用 但是看位置 应该是女性尸体上掉落下来的 这是什么 我端详着这个透明的塑料块 它的形状不规则 但是周身很光滑 显然 它不是一个自然生成的东西 肯定是人工打磨的 好像是演员上台唱歌 耳朵里带的那个东西 含量每次漫不经心的抬一下头 都能回答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你说的是耳朵 在我的印象中 耳朵应该是蓝色或者绿色 像皮泥一样的东西 如果是耳朵的话 那就是你们灵达姐姐的专长了呀 耳朵通常使用在耳背式助听器上 是耳背式助听器发挥作用的必要配件 耳朵塞进外耳道里 然后助听器通过一根管子连接到耳朵上 这样外界的声音就会通过助听器放大 然后通过密闭了外耳道的耳朵 传送到中耳 灵达现在是省残联的助听器艳佩师 是这个领域绝对的专业人员 不找他找谁 你们正常检验事故 我去去就会 我一边拖着解剖符 一边对大宝说 灵达正在给一名听照儿童检测听力 他看见我急匆匆地跑来 挥手示意我在检测室门口等着 我在检测室门口 跳着脚等了大约十分钟 灵达走了出来 快帮我看看这是什么 我拿出一个物证带给灵达看 灵达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在临近下班的时候跑到他的单位 可能原本以为我是来接他下班的 结果我是来咨询问题的 略显失望 他看了看物证带说 耳目啊 真是耳目啊 耳目不都是绿色蓝色的橡皮泥一样的东西吗 我喜出望外 你说的那个是耳硬膏 是制作耳目的前期工序 这个是成品的耳目 可是棺材里没有助听器啊 我自言自语 什么棺材 那你说一个人会不会只带耳目不带助听器啊 我接着追问 带耳目就是为了安装助听器啊 不过助听器不是每时每刻都带着的 睡觉就可以取下来 但耳目可以不取下来 而且耳背式助听器是通过软管连接耳目的 不小心的话也有可能会丢掉 明白了 我笑着说 那你看看 这个耳目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来 比如说通过这个耳目找到它的主人 林达无奈地拿过耳目 用放大器看了看 说 这个耳目上有芬达克助听器公司的logo 还有国家抢救性助餐项目的logo 那也就是说 我可以知道它的主人是谁了 我惊喜到 这个国家抢救性助餐项目 是每年划拨几万台助听器 到全国各地市县区 免费为符合条件的听障贫困人员 提供助听器安装服务 每年几万台 林达白了我一眼 随即又说 不过 芬达克公司已经退出中国市场十年了 不错不错 就是十几年前的事情 我可有什么办法来找到它的主人 这是全国性的项目 可不太好查 不过 这制作耳膜的习惯 我可以保证不是我们省的 我爱省的 我的心 量了半截 那你怎么知道是十几年前的 芬达克十五年前进入中国市场 十年前退出 其实只做了五年 这范围就小了很多吧 我甚至可以肯定 它是在十三年前十一月份之前做出来的 这样其实也就不到两年 不过 这也还是不少啊 我叹道 那我就爱莫能住了 铃铛笑着说 已经帮了很大忙了 我很意外 自己可以说出这样相敬如宾的话来 那你晚上回不回家吃饭 哦 不了 我忙呢 我转身而去 每年几万台 两年也就十来万人的资料 韩亮说 在结合死者的年龄和性别 又能排除掉一大半 最后的几万人资料 再和失踪人口信息碰撞一下 说不定就出来了 我觉得韩亮说的有道理 连忙问 这边检验的信息怎么样 大宝正在摆弄着手上的两块小骨头 抬头看了看我 说 死者应该是二十岁左右的女性 身高一百五十厘米左右 死者的舌骨右侧 大脚骨折 左上切牙和尖牙对应的牙草骨 有骨裂 没有其他损伤了 舌骨骨折 牙草骨骨折 那肯定是有五牙口鼻 和恶牙颈部的动作呀 大宝点点头 目光还停留在手里的小骨头上 骨骨骨炎部也发黑 说明死者应该是被饿死的 因为饿死自己不能形成 所以这是一起命案 果真是命案 希望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明昏 最看不到封建迷信害死人了 我低声说道 死者的衣物随身物品 有什么可以进行个体识别的吗 大宝摇摇头说 随身没有任何物品 衣服都已经腐败 降解得很厉害了 连什么样式都没有希望看出来 更别说 看出来是什么牌子的了 不过 通过死者穿着眉毛衫类的衣服 和毛衣类的衣服 倒是可以确定 他死亡确实是在初冬 其他骨头都没有异常了吗 大宝摇摇头说 其他都是正常的 不过 刚才在整理骨骼的时候 多出来这么两块小骨头 看不出来这是哪里的骨头 如果是其他动物的骨头 也不可能掉进棺材里面啊 我伸手接过大宝手里的小骨头 全身一凉 骨头是在哪里发现的 骨当里 死者怀孕了 我咬着牙说 大宝大吃一惊 你说这是胎儿的骨头 胎儿的骨头 不也是能腐败殆尽的吗 如果是七八个月大的胎儿 完全有可能留下骨质的残存痕迹 之所以这小骨头 在死者的裤裆里 是因为死后分娩 尸体腐败会产生大量的气体 把体内的组织压出体外 比如腐败巨人观 就会出现眼球突出 舌头伸出的现象 如果死者腹中有比较大的胎儿 随着死者腹腔气体的压力增大 会把腹中的胎儿挤出体外 称为死后分娩 在民间 人们通常把女尸在棺材里缠子 称为棺材子 到底是谁 会这么残忍地 杀害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 一尸两命啊 林涛咬着牙说 不过 孩子的父亲 肯定有最大的嫌疑 我说 不知道DNA部门 有没有办法做出胎儿骨骼的DNA 如果可以的话 能给我们提供一些证据和线索 那下一步怎么办 陈诗宇问 现在就要看侦察部门的了 一来 要通过助听器项目的名单 来寻找符合条件的失踪人员 二来 要通过DNA 来寻找孩子的父亲 现在侦察部门 全心全意盯着夏末 和那个做棺材生意的木家呢 陈诗宇说 他们分析的也对 毕竟这个棺材叫什么魔术棺材 不是什么人都具备打开的技巧 夏末和棺材将确实有最大的嫌疑 不过 如果是夏末为了冥婚而作案 他为什么又要信访 开棺验尸 来拆穿自己的阴谋呢 这样看 是不是他的嫌疑又该下降了 说不定是这个女鬼 天天闹得她睡不着觉呢 喂 要不要说她这么邪惑 林涛缩了下脖子 看了看窗外 逐渐黑下来的天 诶 你不说我还忘了 含量添油加醋 那个夏末在听证会上不是说 因为天天梦见儿子 所以认准了有冤情吗 他儿子睡在里面那么挤 当然得脱梦了 还能不能愉快地聊天了 林涛怒道 这就尴尬了 我苦笑道 处理一个信访事项 倒是弄出来一个陈年旧案 骨骼的DNA检验比较慢 这两天算是没着落了 看起来 明天我们还是要去打听一下 左连死亡的案件 看能不能查出他和杜舟 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左连那边查得怎么样了 一早 我走进专案组就问 主办侦察员点了点头 在兄弟省市的同事的帮助下 目前 我们查清楚了左连的失踪过程 嗯 我是以侦察员继续介绍 左连其实并不是自己创业 而取得成功的女企业家 他大学毕业后 就嫁给了大他三十岁的男人 这个叫做焦一伦的男人 就是一伦事业的董事长 哦 原来是帮大款呢 大宝说 侦察员笑了笑说 也可能是真爱吧 现在的年轻人不好说 左连在一轮实业的基层单位 工作了几年后 在两年前被提拔为公司的总经理 至于夫妻感情 这两人和外界交际的时候都比较低调 外人的反应是 他们不那么亲密 但也不疏远 所以 我们也没有查出什么所以然来 但是左连失踪报警人 是焦一伦 而且现在焦一伦年纪六十 看起来也不像是会杀人作案的人 那报案的过程是什么 一轮实业有个规矩 就是平时节假日正式放假 但是大年初一这一天 一般都会做一些宣传活动 焦一伦是一月中旬去欧洲参加一个什么会 因为会期的问题 不能主持今年的宣传活动 焦一伦原定计划是在除夕当天 从国外赶回来 大概下午会抵达南江机场 以往焦一伦外出归来 都是由左连驾车去接的 除夕夜 焦一伦在国外发送了微信视频 可是左连没有接到 当时焦一伦以为左连在准备公司春节的宣传活动 毕竟左连是第一次独挑大梁嘛 所以他也没有在意 但是焦一伦乘坐了十个小时飞机 于今年春节 也就是2月8日下午5点左右 抵达南江机场的时候 左找右找就是没有看见左连 看起来左连并没有按照既定计划来接他 当时焦一伦就打了电话给左连 可是一直处于无法接通的状态 这时候就失踪了 侦察员点点头说 焦一伦心里着急 就打了出租车回到了淮江 左连不在家里 焦一伦又赶去了公司宣传活动现场 也没有找到左连 当时宣传活动刚刚结束 大家都在收拾摊子 准备去饭店参加公司的晚宴 焦一伦一问员工才知道 二月七日下午 宣传活动准备完毕后 左连就独自离开了 左连对员工们说 要早一点去南江街焦一伦 他告知公司员工 春节的宣传活动 他将不会参加 但是宣传活动之后 公司组织的新年宴会 他会和焦一伦一同参加 也就是说 左连的失踪时间就是除夕夜 焦一伦的飞机 明明是除夕下午五点 才到南江的 侦察员说 而淮江到南江 驾车只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说明左连 从二月七日下午下班后 到二月八日下午四点 他是有自己的安排的 而且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点头表示认可 而且 初时到晚 焦一伦和左连的父母 一起到辖区派出所报案后 派出所就组织了警力进行查找 未果 第二天 又联合交警部门一同查找 最终找到了线索 哦 根据道路监控 交警部门发现了 左连的汽车的轨迹 二月七日下午 左连驾驶着他的奔驰轿车 从公司出发 一路直接开到了长途汽车站的停车场 他带着一个随身的大挂包 下车后 静止向售票处走去 非常可惜 售票处和后车厅的监控 都有大面积死角 当地警方并没有找到左连的影响 也就是说 走出停车场 是左连失踪前的最后一个影响 也就是说 咱们并不知道左连 是坐大巴去了哪里 但我们分析 来龙帆的可能性大 因为那个时间点 正好可以赶上来龙帆的末班车 而且抵达龙帆 只需两个小时 正好可以赶上跨年晚宴 侦察员神秘一笑 你是说 他是来回情人的 如果不是做这些事 而是来公干 为何不开他自己的车 路程又不远 他肯定是害怕留下高速卡口的证据 所以才选择坐大巴 忘了说了 一轮公司的很多业务 都是和高速打交道 如果交一轮 想获取左连驾车通过高速卡口的证据 一如反掌 那你们找到他的情人了吗 林涛问 依照这个线索 我们对左连的所有通信记录进行了研判 侦察员说 可是没有一条是和龙帆是有关系的 他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 网络呢 我问 现在调取QQ和微信的聊天记录 不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侦察员挠到头说 现在要层层审批 而且拿着审批件 也未必调取得到 不过 左连在家里放着一个iPad 上面安装了微博 我们在他的微博护官好友里 倒是找到了一个 著名居住地是龙帆市的男人 而且 左连和这个男人的聊天记录 虽然看不出什么 但是左连给了他微信号 你们现在的目标 就是这个男人 在我们申请到调阅QQ和微信聊天记录之前 只能以他为目标 可是 左连从失踪到死亡 有一个半月的时间 难道是这个男人 一直和他在一起 林涛问 就这个问题 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调查 从全市的宾馆登记来看 并没有发现左连 有在龙帆驻店的记录 说明他至少 应该有个落脚的地方 既然有落脚的地方 住一天是住 住几个月也是住 可是 左连就不考虑考虑交一轮 还有那么大一个公司 侦察员摇摇头 低声说 这可不好说 你没听说过 私奔这个词吗 根据调查 交一轮这人 根本就没信过呢 林涛下意识地 瞥了陈时宇一眼 陈时宇脸一红 故意看向别处 假装没听见的样子 这样解释 还是有些牵强 他既然能忍受 交一轮好几年 没必要突然就放弃 那么大的产业 和那么优越的生活 人的心里啊 还真不好说 侦察员说 谁知道他和交一轮 在一起这几年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如果他真的是 难以忍受交一轮了 这倒是个机会 对了 既然病案了 有没有查一下左连 和那具腐败女尸之间的关系 陈时宇问 侦察员摇摇头说 一来 腐败女尸的诗员 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不能确认身份 就不能查 他们之间的关系 不过 我们查过了 左连和杜舟 肯定是没有任何联系往来的 二来 我们对左连身边的 女性同事 同学 熟人 亲属什么的 都进行了摸牌 没有发现 哪个符合条件的女性失踪 也就是说 还没有依据证明 两人之间有什么关系 会不会是左连隐形的闺蜜 陈时宇说 这一个半月 左连就住在他家 这也不好说 侦察员说 毕竟没有查到 不代表没有 社会关系调查这种事情 很难做到百分之百精确的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 那 这个微博男找到没有 刚刚查清 派人去抓了 估计直接就近 带到责任区刑警二队去图审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我点点头说 去看看吧 在我们抵达刑警二队大门口的时候 押送微博男的警车 刚刚抵达 微博男一脸惊恐的 被两名民警架下了警车 这个男人白白净净的 个子很高 三十多岁 穿着也不俗 从他脸上的表情来看 并不像那些 倒案的杀人犯那样 要么从容 要么冷漠 要么悔恨 他的表情 更像是不明就里 认识吧 侦察员把一张左连的证件照 扔在审讯椅上 微博男伸头看了看 说 不认识 淮江市一轮事业的总经理 左连 侦察员提示性地说 真的不认识啊 警官 微博男哭丧着脸 我从来没去过淮江市啊 微信聊天记录 我们都看了 你还想抵赖吗 他的微博名叫 严如玉1985 我只感叹侦察员 睁着眼说瞎话的能力 哦 哦哦哦 哦 是小玉啊 微博男 又侧头看了看 审讯椅上的证件照 说 这 这也不像啊 说吧 你和他什么关系 微博男舔了舔嘴唇 就是 一般朋友 朋友算不上了 就是网友 网友 网友 侦察员冷横了一声 如果只是网友 我们会怀疑是你杀了他吗 我们在审讯室外 都能感觉到 微博男 可能全身的寒毛 都要立起来了 他扑通一声跪到了地上 我 我冤枉的我 那就是约个炮而已 我怎么就 我 真的不是我 大宝在我旁边低声问 约炮是什么意思 我用肘部戳了大宝一下 让他闭嘴 陈诗宇 则低声说 不是他杀的人 我侧眼看了陈诗宇一眼 奇怪这个小丫头 积累了一年的经验 就这么武断了 侦察员 把微博男扶回座位 说 那就老老实实交代 真的 我就是除夕夜 和他一起过的而已 你们可以查呀 母西西里大酒店 可是他们 不是没查到 左连的住宿记录吗 林涛问 其实这个不好登记的 因为宾馆也不知道 一个人住 还是有同住人员 如果左连不想留下证据 不登记身份证 只登记着男人的 警察哪里查得到 那调取监控不就完了 陈诗宇说 我摇摇头说 前不久有个案子 我了解到这家 五星级酒店的监控 只存档一到两周 就自动覆盖 这都两个月都过去了 还能查到什么呀 可是第二天一早 小玉就要说回去了 不然来不及什么的 微博男说 然后我们就在酒店分开了 仅此而已 其他的 我真的一概不知啊 他应该没说假话 陈诗宇说 听他这么说 左连原定计划 应该是来和他 过一个除夕夜 然后第二天上午赶回淮江 再从淮江驾车 去南江接交一轮 不过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事情 打断了他的计划 而且 他为什么失踪 这么久才死亡 难道 还有其他的情人 有钱人呢 会不会是被绑架了 林涛说 可是交一轮 也没接到勒索电话呀 如果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 绑匪一直没能获取 焦一轮的联系方式呢 或者 焦一轮明明知道 只是他一直不说呢 有道理 下一步 对焦一轮 还是要调查一下的 我点头表示认可 就没有了 侦察员立声说道 真的没有了 不过 你们可不可以 别告诉我老婆 微波男 耸着肩膀 侧了侧身 双手手指 交叉抱拳 放在两腿之间 他绝对还有别的事情 瞒着 没有交代权 陈世宇直接拿起话筒 说了一句 审讯室里的 微波男 听见陈世宇的话 猛的一惊 侦察员盯着微波男 我真的都说完了 你是不是觉得 我们不够证据刑拘你啊 和你约炮之后 就神秘失踪 两个多月后 陈世环城公园 而这期间 他们有任何阴信 我们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 拘捕你 可我 我真的是冤枉的 微波男一脸委屈 你是在逼我上测谎技术吗 许久 微波男低头说 好吧 我说 其实 确实还有个小细节 我和左连分开后 不到一个小时 我就接到了一个匿名的电话 应该是个男人的声音 很奇怪的声音 就像是电视上 用了变声器的那种 他说是掌握了证据 直到我在沐溪溪里 开了房间 让我乖乖听话 不然 就电话联系我老婆 因为我之前骗我老婆说 除夕业要出差 所以 如果这个人 把这事告诉我老婆 我就惨了 什么号码 他问你要钱了 侦察员追问道 微波男摇摇头说 号码是一大串数字 不是正常的电话号码 这个人奇怪得很 我以为他会问我要钱 可是他没有 他说 如果不想你老婆知道 就乖乖交出和你睡觉的 那个女人的微信号 他是想要小玉的微信号啊 还那么大费周章的 我就是觉得告诉他 小玉的微信号也没什么嘛 就把小玉的微信号告诉他了 然后 我还担心受怕了两天 之后 那人也没再联系我了 我觉得也就没事了 对了对了 听你们这样一说 我觉得肯定是这个人杀了小玉 你们去抓他呀 怎么抓他 你还有什么其他的信息吗 微波男摇头 表示并没有掌握其他信息 是用伪基站发出的音讯信号 韩亮说 现在用这种方式实施电信诈骗的很多 号码全是假的 什么也查不到 我关心的是 刚才小玉毛是怎么知道 他有事情瞒着没说的 我问陈诗语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修过犯罪心理学啊 陈诗语不以为意 我也修过呀 可是我怎么就没看出来 他没交代权 我是公安大侦察系的 但是主修方向是犯罪心理学 我爸没和你们说过吗 我们几个都茫然地摇了摇头 陈诗语自豪地说 我可是犯罪心理专家 李美锦教授的亲学生 是微表情专家 江振宇教授的表学生 以李教授的理论看 这个人有明显的亲社会性人格 这样的人就容易在行为举止上 展露他的心理状况 结合江教授的微表情理论来说 这人视线转移 身体后仰 深吸气 都是一种逃离反应 说明了心中的恐惧和不安 同时 这个人双手抱拳护住前胸 侧着身 说明是一种保护反应 他是怀着恐惧和不安 在保护心中的秘密 你牛 我朝陈诗语 竖了竖大拇指 侦察员打开审讯室的门 走了出来 估计他不敢说假话 一会儿就要放人了 我点点头 侦察员接着说 现在的关键 是这个神秘的打电话的人 究竟要左连的微信做什么 勒索呗 因为勒索 所以左连选择了失踪 侦察员说 这说不通啊 说不定是因为怕被发现奸情 一直躲在专案第一个死者的家里 想办法满足勒索的人 陈诗语说 结果不知道为什么 两人接连意外死亡 这是最能解释这一切的说法了 不一定 也可能有别的原因 大宝说 因为你的推断里 没有把杜舟加上 我怎么总觉得杜舟是凶手呢 林涛说 不管是为了什么 反正查左连的微信是没错的 如果可以找到神秘人的微信号 以及他的企图 就可以顺藤摸瓜了 侦察员点点头说 虽然很不容易 但是我们必须把调取微信记录的审批件给弄倒 只是你们得多给我两天时间 对夏末和棺材酱的审批码 我们重新返回了魔术棺材案件的专案组 侦察员摇了摇头说 他们一直都说什么都不知道 所以过了留置盘问的期限 我们只能放任 他们家的棺材里多出一具尸体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林涛问 侦察员笑了笑 说 毕竟坟头是开放式的 如果有人掘坟放置尸体 再重新垒好坟头 也是可以解释的 我们现在没有丝毫证据 所以也无法申请拘留 那不是可以把胎儿DNA和他们俩进行比对吗 我问 侦察员说 比对过了和他俩都没关系吗 我们也没有办法了 可是那个魔术棺材 难道不是只有那个棺材材才可以打开吗 侦察员摇摇头说 其实说起来玄乎 实际上原理很简单 棺材盖是通过一个按开关来控制松紧的 这个棺材材 世代都是在这个村里做棺材的 方圆几十公里 谁家有了白事都会来找他 他只负责做 并不负责入恋 所以这个棺材开启闭合的诀窍 这附近的村民都知道 只是我们这些外来人 开起来会觉得很奇妙 我也没觉得有多奇妙 韩亮说 还是棺材里多出一具尸体 更奇妙一些 那 石元查到了没 我沉思了一会儿 问道 听我这么一问 侦察员 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笑什么笑 我诧异道 我笑 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 侦察员说 一天到晚都是查石元 查石元 我看专案大队那帮人 一会儿是查腐败女师的石元 一会儿是查一个疑似流浪女的石元 现在我们分局也要查石元 没办法 所有的案件 只要当事人身份不清楚的 查石元肯定是第一药物 那个指环专案的两个石元怎么样了 侦察员打起了刹 查到一个 另一个还不清楚 不过我现在更关心这个十三年前的白骨 这个案子才应该是最难的 并不难啊 侦察员说 查到了 我有些惊喜 侦察员点点头说 不过功劳在你们 助听器起了大作用 是吗 我内心涌起无比的成就感 我们一开始还准备走一走捷径的 我们从辖区派出所的出警记录里 想找一找这个村庄 十三年前有什么异常情况 嗯 十三年前已经启用协同办案系统了吧 那查起来应该不难 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 经查 恰巧是十三年前的十一月份 这个村庄有一天半夜还真有报警记录 一个村民反映 半夜十二点左右的时候 好像听见了激烈的吵闹和打斗声 但是转瞬即逝 也不确定是哪一家传出来的 只能大概明确一个方位 如果是平常 这种声音多半会被认为是夫妻吵嘴打架 也不会有人在意 但是那天晚上 报警人的老公不在家 他一个人在家 所以很害怕就报了警 出警民警在周围转了一圈 确定没有再听见奇怪的声音 就收队回去了 听起来很可疑啊 可是这条捷径很快就被堵死了 侦察员说 我们想啊 如果这个村庄 在那个时间段真的有大肚婆 周围村民还能不知道吗 于是 我们就对那个报警区域的居民 进行了侧面的走法 可是毕竟是十三年前的事情 所以大家的记忆都很模糊 但至少有一点 就是确实没有人看到过 那个时间段 有不认识的大肚婆 出现在他们村庄里 不会真的是外省的凶犯 运尸过来的吧 陈诗宇说 远抛近埋 既然藏得这么深 我不相信 是很远的地方的人 侦察员接着说 既然捷径已经被堵死了 我们只有寻求别的办法 因为你之前说了 每年国家会扶持出去 几万台注听器吗 两年就有近十万条的资料 所以我们有些为难情绪 但是真的被逼到了这份上 也没有办法 只有试上一试 早就该试 我微笑着 等待着结果 这不是不知道 一试吓一跳啊 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 国家化播注听器 主要针对对象 是儿童和老人 所以照你们分析的死者的个体特征 个子不高 二十岁左右的女性 这么一框 居然只有一百多人 当时我们立即信心百倍 准备把这一百多人 一个一个的过筛子 可是这一摸牌 又发现了难度 全国这么大 不可能每个人 立即就能联系上 我说 所以想确定 这一百多人中 谁才是失踪的那个 并不容易 正是 侦察员点点头 感激我的理解 不过 一字偶然的发现 改变了这一切 我们发现 一个叫做冯海霞的女子 他的助听器 并不是在家里申请的 而是他所在的助餐工厂 为他申请的 所谓的助餐工厂 就是 这个工厂 都是招收一些残疾人来做工 国家对这个工厂 有大别的补贴 所以效益也不错 给残疾人的福利也就多 这个冯海霞 十六岁就离开家里了 家里人对他 也是不闻不闻的 但是在工厂里 却申请到了助听器 打开了他新世界的大门 别搁着抒情了 赶紧说啊 林涛催促道 侦察员尴尬地笑了笑 这个工厂所在的位置 是一个叫做万海的城市 我反正以前是没听说过 不 听说过一次 我们对那个报警区域的村民 进行主人分析的时候 我是第一次听到 万海市这座城市 因为这个区域 这座城市里有个叫做金牙的男人 15年前左右 正好是在这个万海市打工 信息碰撞上了 我说 毕竟凑巧的事情还是少数 侦察员认可我的观点 使劲点了点头 说 时间空间基本都吻合上了 所以我们对金牙高度怀疑 提取DNA了吗 这个还没有 这个村庄 民风比较彪悍 有不少不讲道理 惆景的人 比如这个夏末 这次出去以后 不知道会怎么说我们呢 所以我们还没有贸然行动 免得打草惊蛇 或者激起当地的民愤 首先得问问 冯海霞的身份确定了吗 我说的是证据层面的 侦察员点点头说 你们来之前半个小时 刚刚拿到DNA报告 当地警方采集的冯海霞姐姐的DNA 和这具尸骨存在亲缘关系 冯海霞的父母已经去世了 现在基本确定就是他了 那还等什么 有搜查令吗 有 可是我还是有些担心 毕竟如果村民不理解我们的行为的话 可能会鲁莽行事 到时候法不则咒 咱们的人被打了都是白打 真是不能理解的现象 林涛探道 我们小组去密局吧 你们搞清楚金牙的作息时间和家庭状况 然后在村口接应我们 侦察员有些担心 但随即还是点了点头 金牙有个老婆挺彪悍的 有个儿子今年18 在外地打工 家庭情况很简单 作息时间的话 现在就应该是他们不在家的时候 儿子18岁 那13年前他已经有儿子了 林涛说 那他的嫌疑会不会降低了 总不能是家里有妻儿 还带个大肚婆回来吧 这可不好说 侦察员说 如果DNA对得上 他还是第一嫌疑人 还有 你们没有忘记吧 那个魔术棺材 一个人是打不开的 需要另一个人在对面帮忙才可以打开 如果是金牙作案 那他老婆就有可能是帮凶啊 现在也没好的物证 不管怎么说 得试一试 大宝说 林涛 就看你技术开锁的水平了 我拿起取材箱 招呼大家尽快行事 密取剪材 我倒不是第一次去做 但是今天这样鬼鬼祟祟 担惊受怕的 还真是第一次 在这个地形独特 一手南宫的小村子里 万一被围攻 怕是凶多吉少 好在这个村子 地广人稀 家与家之间的距离 还是比较远的 而且正值浓忙的季节 村里没杀人 我们进出的 还是比较稳当的 几乎没有一个村民 注意到我们的行踪 林涛使出了他的看家本事 五分钟就打开了 金牙家的大门 为了不让金牙发现 我们取了物证 而提前逃窜 我们在究竟该取什么上 花了不少心思 牙刷毛巾之类的东西 不知道哪个是金牙的 哪个是他老婆的 而且拿走了 肯定会被发现 满地的烟头 更无法确定 是不是有外人进来袭的 最后 还是林涛从脏乱的床底下 掏出了一只男士袜子 我们把袜子 装进了物证袋 匆匆离开 未成想 我们刚刚走出金牙家的大门 正巧碰见金牙 回家来取农具 金牙和我们 就在他家的大门口 对视了大概一分钟 他突然喊了起来 抓小偷啊 我家进小偷了 我连忙拿出警官证说 别叫别叫 我们是警察 我们就是来例行检查的 金牙一见警官证 更加大声地喊道 警察进我家偷东西 警察偷东西了 还打人 我 我们什么时候打你了 大宝的话还没有落音 金牙家的门前 已经聚集起了几个壮汉 还拿着各式各样的农具 我知道 在这种场合下 农具已经不是农具了 是凶器 我看见金牙的眼神 扫了我们一圈 此时有几个壮汉称药 眼神邪恶了许多 他肯定是看见了 小羽毛手中的物证袋 物证袋里 装着他的袜子 金牙指着小羽毛喊道 就是那个女的 那个女的 拿了我藏钱的袜子 壮汉根本不问青红皂白 纷纷举起农具 向我们冲来 我当时脑海里 只有一个问句 为什么我们行事技术人员 就不能配罚手枪 难道我们的工作 就没有危险吗 至于政策 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为首的壮汉手中的锄头 已经朝陈时宇的头顶上 挥舞了过去 说时值纳时快 林涛一个剑步冲了上去 把陈时宇推到了一旁 自己则用脑袋 硬生生地挨了这一下子 等到我回头看下林涛的时候 他已经倒在了地上 满脸是血 我逗你大爷 我第一次说了脏话 毕竟眼前倒下的这个人 和我有过多年的同居友谊 如果我刑警学院的散打老师知道 我是怎么和村民们扭打的 一定会和我这个学生绝交 当时的情景 什么散打招数 琴拿格斗都已经用不上了 我上前抱住了为首的壮汉 和他在地上滚来滚去 我的余光 看见陈时宇左一拳 右一脚 已经撂倒了两人 心想 为什么他就能用上招数 肯定是我的老师没教好 不知道是谁 通了风报了信 村口的刑警 很快赶了过来 并控制住了局面 但是他们也没敢逗留 害怕有更多的村民围攻过来 只是架起我们两个伤员 带上其他几个人 奔跑着逃出了村 坐在警车上 我简单查看了林涛头上的伤 哎 没大事吧 不会死吧 林涛呲牙咧嘴的说 深刻见过 但是你还能说话 就没大事 不过 这块头皮 以后不知道 还能不能长出头发 我是吓唬他的 林涛盯着我看了一眼说 那还是让我死吧 你们怎么知道 我没遇袭了 我转头问驾车的侦察员 八九不离时 就是这个结牙做的了 你们在混战的时候 这个家伙偷偷偷跑了出来 应该是想和他老婆一起逃跑 但两人一起被我们抓了 这时候我就知道 你们估计遇到危险了 回到了市区 林涛被送医院 青窗逢合 加留院观察 我简单拿了几瓶外敷消炎药 就赶回了刑警队 DNA结果还没有做出来 金牙和他老婆就已经招了 金牙去望海市打工 做的不是正经事情 他在一个专门销赃的金店 帮助店老板联络生意 所以收入不菲 在工作之余 他最大的乐趣 就是去当时比较实行的卡拉OK里唱歌 那个时候的卡拉OK 不像现在是晾饭时 单独包厢的 而是大家都围着一个舞池 用地字条的方式来点歌 在卡拉OK里 他认识了当时虽不貌美 但是年轻幼稚的冯海霞 当时的冯海霞刚刚配上助听器 所以用他的那点工资 到各个不同的地方 去感受世界的声音 乐此不疲 在认识金牙后 受不了他的金钱诱惑和花言巧语 房线很快被攻破 十三年前的春天 冯海霞发现自己怀孕了 当时已经有妻儿的金牙 劝说冯海霞打掉孩子 不过冯海霞非但不愿意打掉孩子 还声称要告知单位的领导 有残联作为冯海霞的监视后盾 金牙也不敢闹出什么幺蛾子 考虑再三后 金牙把冯海霞带回了老家 并且说服了妻子 过上了一夫二妻的生活 只是为了掩人耳目 金牙要求冯海霞躲在家里 不准出门 这也是附近村民 没有注意到这个陌生大肚婆的原因 生活了几个月后 金牙在两个女人内心的矛盾 终于被激化 当天金牙不在家 半夜的时候 因为使用卫生间的问题 金牙妻子和冯海霞发生了纠纷 并且动了手 彪悍的金牙妻子 一怒之下掐死了冯海霞 一尸两命 金牙回来后 当然不会去报案 她知道 如果报了案 自己连妻子都没了 所以她决定趁着夜色 和妻子一起 把尸体藏到一个 永远不会被人发现的地方 而当时 夏末儿子的心坟 刚刚立起来两个多月 说到藏尸的过程 金牙和她的妻子 都避而不谈 陈诗宇说 根据他们的表情来看 那并不是避罪 而是强烈的心理阴影 让他们不愿去回忆过往 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阴影 我再清楚不过了 当时夏末儿子的尸体 被埋葬两个多月 即便是深秋季节 但也该腐败到了最严重的时候 我和林涛都受不了的景象 这样两个普通农民 又如何不留下心理阴影 拿着询问笔录 我回家洗了洗澡 然后高兴地 去医院看望林涛 并准备把破案的洗讯 第一时间告诉她 在医院留官室的走廊里 我看到了陈诗宇的背影 而且她抱了一束花 这个外表冷漠的女孩子 内心还是火热的 我高兴地想着 虽然我知道偷听不好 但是谁没有一颗八卦的心呢 于是我就躲在了病室的门口 你来了 林涛说 案子破了 我听到陈诗宇 整理鲜花的声音 还疼吗 疼倒是不疼 不过你能帮我问问 以后这一块头皮 还能不能长头发吗 即便不长 也就一小块吧 不会影响外貌的 那就好 林涛的声音有些尴尬 沉默了一小会儿 陈诗宇说 你怎么那么少 帮我安那一下子 你毕竟是个小女孩 我一个大丈夫 这是必须的 算了吧你 你觉得 我需要你的保护吗 陈诗宇打断了林涛的话 你不是一直很胆小吗 这次连死都不怕了 那一出头 幸亏是杂偏了 如果打实了 我真不敢想 会是什么后果 反正我觉得止 我分析 你不是胆小 你是有心里阴影 陈诗宇沉默了一下 说 这个 确实是 林涛吞吞吐吐吐地说 我小时候被吓过 那你怕黑怕鬼 怎么带女孩子去约会 陈诗宇小声地说 我去 这是陈诗宇问出来的话 我大吃一惊 不约会 没约会过 林涛倒是很坦诚 骗人 陈诗宇不屑地说 你那么帅 还能没女孩子追 我只是 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而已 林涛倒继续坦诚 好了 不说这个了 接着 是陈诗宇 拿出文件的声音 这是这个案子的 询问笔录 画 还真是这样 一夫二妻啊 公斗啊 陈诗宇没说话 估计是在等林涛看完 不一会儿 陈诗宇说 嘿 如果你有兴趣 可以把你小时候的故事告诉我 说不定 我能帮你摆脱心理阴影呢 我现在就可以和你说呀 陈诗宇一笑 现在就别说了 有人在偷听 我暗探倒霉 准备现身 你说这一夫二妻案 怎么看起来 这么像是指环专案呢 林涛的注意点 显然不是陈诗宇说的心理辅导 和有人偷听 他在思索指环专案的事情 你是说杜舟 以及那两具女尸 不 不可能 杜舟没这个本事 也没这个条件 大宝居然从病房里的卫生间走了出来 说道 我也开门走了进去 边走边想 我们这都是什么勘察小组 遇见八卦 各种偷听 有声小说 法医齐鸣系列 第六部 偷窥者 第六案 魔术棺材 到此结束 谢谢您的收听 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